咦?我媽打耶 喂? 什麼? 你追劇再到一半不能動嗎? 你把那個網路啊 那個數據機重新關掉 然後再重開 你試試看 蛤?還不行喔? 奇怪 最近家裡的Wi-Fi網路好像不給你耶 你是在哪裡看? 房間喔? 難怪 因為你這樣聽起來好像 在房間那邊的訊號有死角 所以你會受不到訊號 不然我等一下下班後回去處理一下 好不好 跟大家說 之前我媽媽家裡的Wi-Fi網路非常不穩 追劇的時候一直卡頓 我幫他換了中間寬頻以後 再搭上他們送的 Mesh的這個設備 不論你家裡走到哪裡 甚至走到家裡的最尾巴端 我們家是長方形操場的 網路都創通無死角 而且中間寬頻根本就是 Wi-Fi黑洞的終結者 你們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家裡面還要另外裝寬頻網路 一般來說 手機吃到飽 是不是就已經夠用了 沒有錯 但是大家會遇到一個這樣的經驗 就是當你回到家裡面 然後全家人會使用不同的終端設備在上網 又碰到晚上 或者是週末這種上網高峰的時候 你搞不好在搶什麼演唱會的門票 這個關鍵時刻很重要 就一直在那邊轉圈 那你就可能看了螢幕說 死了 完了 生氣了 那這種狀況的話 有可能就是因為你的網路的寬頻太小 或者是你知道網路的寬頻 就像什麼 馬路的車流 如果流量過大的話 就會塞車 這也就是因為 如果你家裡面的網路 死角也很多的話 也會導致收訊不太穩定 所以當初 我看到中家寬頻 推出了大戶人家光簽的上網方案 選擇 生半1G 或者是600Mb 就有送最新的Mage設備了 我跟你講 而且是Wi-Fi6版本 剛好徹底可以把我家的網路環境 全面升級 而且這個範圍適合大屏數 墮落層的屋形外 如果你家是那種格局狹場 隔間很多導致家中那個訊號 死角也很多的話 空間不大 你也可以生半 而且你可以透過 加購Mesh設備的方法 每個月只要塞滿價 然後就能提升Wi-Fi的網路 的涵蓋的範圍 而且你在家裡的任何一個地方 Wi-Fi的訊號 都可以很穩定的連線 你這樣就不會再接到媽媽打電話來說 怎麼辦 完了 連不上了 很聰明吧 那其實我安裝中家寬頻一個月了 我讓大家看一下 我媽媽家的網路 你知道為什麼會那麼順暢 我跟你講每個角落都有訊號 我們到最角落的廚房去看看 各位我剛剛沿路走來 就來幫大家測 而且我的M2筆電 也在這邊測了 給你們看一下他的數字 我跟你講不騙人的 你看一下 導演多少自己說 663 好手機的 我也幫你螢幕錄影了 手機寫多少 749 可以吧 各位 我看看 你們說 Jupiter 一定會 有 кстат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所以這一次中間寬屏 我在這邊用可以那麼順的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的大副方案 這方案為什麼 他有兩個Mesh的設備 你看我有一個就放在我們家的尾巴 所以你在家裡的Wi-Fi訊號 涵蓋的範圍就可以更廣 一般家中每個設備 只能透過一台的分享器來連接Wi-Fi網路 不過這樣如果當你距離越遠 你看我們的主機是在放那裡 距離越遠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那訊號越來越弱 有別人一般的無線AP的分享器 Mesh的分享器可以透過多台設備 之間的一個連結 然後也就是說 他有多個網路的節點 來形成一個覆蓋網 他變成一個覆蓋網以後 我們這樣就只需要 聯網的裝置跟分享器之間 和多個分享器設備之間的連線 就可以不受到直線距離 或是牆壁的轉角 還有一些什麼隔間的屏蔽的影響 他們長大的Mesh的功能 我們不用自己人工去搜尋 最近的網路最穩的連線的Mesh分享器 而且還可以透過內建的智能印算 可以直接幫我們來最後一個判斷 然後適當去切換最順暢 最適合你的一個網路路徑 你就不用再手動切換Wi-Fi 這樣無痛的使用經驗 我跟講用完都會上映 還有一個我選擇宗教寬品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覺得物超所知 不僅因為它是一個很知名的寬品品牌 而且全台六大都會都有提供服務 你有時候看到宗教寬品 它推出的什麼光纖的網路方案 算是1GB 每個月只要999元 而且999元這個價格指的是什麼 每個月總收費 也不要分什麼月租費 上網費 這些相關的一些相加 所以評估下來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你這樣子看下來 我認為有用起來的感覺很不錯 至少我媽媽自從我裝了以後 她就沒有打電話來了 好啦所以整體來說 如果家裡的訊號視角多 Wi-Fi網路涵蓋不夠廣的話 都可以考慮宗教寬品的 大戶人家的光纖上網方案 除了大戶人家的方案以外 也有滿足不同的消費者 想要使用的需求的方案可以選擇 像是如果想要生活更便利 更智慧的話 可以考慮搭配他們的 智慧搖控器跟智慧音箱的智慧家庭方案 那爸媽在家就可以升空 讓家電可以動起來 或者是你又喜歡宅在家裡 追劇放鬆的人 你可以選擇搭配影劇的方案 一次擁有多元的影音串流的OTT 讓你直接看到寶 以上方案都可以在額外加購Mesh的設備 讓你來提升Wi-Fi網路的涵蓋範圍 打造訊號無視角的一個聚焦環境 如果你對中家寬品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到他們官網去看更多的資訊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